我们说修身 在这之前要衔接到这个智智 智智啊 有很多种方法 有格物智智 你也可以换一种理解 叫学习 分析 学而不思则往思而不学则待 反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更好的呢 就是你生而知之 生下来就聪明 比别人都会 那当然更好 但是也不足以 也有后天的补救 你来到这个新的时代 环境还是要慢慢的去 更好的去适应 运作 运用 那么就像归途赛跑 你跑得再快也会有疏忽 也会有 这个心情的 懈怠 所以就学而知之 那如果你说很笨 又学不会 或者是 记不住 学过之后 不会运用 那只能 事上见了 就困而知之 那困儿再不知 反反复复多少次 有些人会领悟一点 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只能说以后了 以前都过了 那么再不知道也没办法了 认命了 谁让你那么笨 谁让你那么不用心 那反正就是这些原因 你再换种说法 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 感而知之 比如说 修而知之 这个修啊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灵感 在你练功的时候 那静坐 那感呢 也包括在梦里 这就是一种 变通 的一种方法 其实也都包括了 这个学而知之 跨而知之 也是一种 学也叫修嘛 也叫学嘛 然后 行而知之 其实也是在 学 就是你 很多人不需要读书啊 我就做 多见人 多做事啊 在这个当中去领悟 其实也叫格物 这加起来都叫格物 所以呢 各种方法 读万件书 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约人无数 所有的明示之路 都借鉴来 能用的都用啊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适合怎么样 有什么机缘 就这么用 那么达到这个之后呢 就可以足以去修身了 这个指的修身呢 其实已经偏向于外在了 或者叫中立 因为在前面 正心诚意 诚意正心 他已经是说 是讲内在强调 身心灵啊 就强调那些 心灵的东西 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反而是最根本的 那你换句话说呢 到了修身的阶段 那你就讲一些外在的了 你内在在好 来到这个世界 你总要做些事吧 从哪开始做 从自身 更强调是自己这个身体 道家更强调身体 当然佛啊 好像不太在乎这个 更在乎内心 本真的这个东西 但道 他讲这个 性命双修 讲这个身体 也要同修 所以在修身的过程当中啊 你这个好的饮食习惯 饮食做习 然后在家练功 其实也能反过来 去提升 进化你这个心灵 甚至说你的运气 不光是身条了 所有的都好 那有了这个好身体呢 那就是中立了 就从这开始 真正成人了 再往后才开始具体的做事 修身之后 就起家植过片点牙 有事可做 你会发现很多人身体不好啊 虽然他精神很高尚 但是他没有这些胳膊腿 没有很好的气力 去支撑 就没办法做事 这个身体本身也是一个工具 所以现在人很强调 反复说这个重要重要 你说它不重要吧 它只是工具 你说它重要 为你的 打击 谢谢观看